我們看第11題 他說有一個泡物線 方程式是這個樣子 那P是上面的一個動點 然後問說 那個動點跟這個直線的距離最小多少 我們稍微把這個圖畫一下 這個的話 這個它的這個 頂點多少 Y平行 可以寫成4超出來 X加上4分之3 4分之3 所以它的頂點在多少 Y等於0 X等於多少 等於-4分之3 這樣子 就是說 -4分之3 0 好 它是這個樣子 焦距等於1 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條直線是多少呢 X結距是互4 移過去除過來 Y結距也是互4 所以大概在這裡 大概這樣子 它距離最短的距離 是多少距離 好 我把這個寫成參數式 好 成參數的話 動點 成參數 Y等於Y等於T 那X等於多少 X就等於4分之T平方 減3 Y令它是等於T 好 那麼 這個 動點到這個距離 就多少 就是D T跟L距離 0多差 1平方 1平方 加1平方 就更好2 然後把那個XY帶進來 XX X是這個 4分之T平方 減3 加YY是T 然後再加4 這樣子 好 這樣子的話 我把4乘下來 4跟它2 絕對值多少 T平方 減3加4T 加4T 減3加16 16減3 4 13 上面的判別式的話 它是小而已 所以絕對值可以拿掉 因為這一項橫什麼 橫大一點 好 那我就令這個函數 Ft 叫做T平方 加4T 加13 那麼它有幾小時 就多少 4A 分至4AC 4AC 減B平方 4的平方 我叫做 這樣就是那個 13 減4 等於9 那我要帶進來 也就是說 D 最小值 這等於 4跟它2 最小值帶進去 是9 然後給它有理化 這樣就是多少呢 上下乘以跟它2 8分之9跟它2 這是答案 8分之9跟它2 有關 4 1 3 3 2 3 4 4